i was done growing up had enough of chasing down the sun but suddenly i can see everything evergreen What's up everyone I'm Brandy 我們現在就在一間叫Sea Market Coffee Shop 遠一點的分店就是在Pocco Guiton 這次是我第二次去那間咖啡店 就在我們前面 這個地方我覺得都頗舒服 旁邊都是沒有什麼建築在阻礙 我覺得這間分店真的很舒服 這個燈打進去 上面有很多窗 之後偷光得很好 再加上樓底很高 我很喜歡這裡的環境 以一個咖啡店來說 我今早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就是去了做健身 下了去一個亞洲超市買西芹 再加薑 因為我又想加薑會不會令到我的濕疹會好一點 我們就將薑和西芹榨汁 之後就一起喝 發現其實是挺好喝的 喝完整杯西芹 是會有一種辣辣的感覺 我覺得挺棒 還有我們也想Detox一下 令到我們身體回到一個比較原始的模式 我們最近攝取太多的糖分 因為經常都喝珍珠奶茶 之後微微上班又有同事聘請他 每星期都有一、兩次這樣 即微微覺得喝了太多糖 令到他的皮膚容易敏感了 但是他又很喜歡喝 要開始控制一下身體的一些平衡 盡量少一點吃甜的東西 甜品、珍珠奶茶或者甜的咖啡 我今天也是點了一個 Oak Mule的咖啡 但是沒有糖的 其實我喝咖啡也不太濕疹了 也不是太好 但是在Sea Market這個咖啡店 喝了一些Hochit茶、Match茶 就是一些少一點咖啡的東西 我怕他不好喝 但我在喝 但我叫了 先試一下味道那個 其實還可以的 我也覺得還可以的 就是正常 因為我很怕是一些糖漿 韓國的咖啡店很流行的 我早上也是第一次這麼健康 繼續喝西芹之後做運動 因為我們住在一些宅廠 我們就有一些瓶室在樓下 我自己做瓶室 通常都會做胸和胸背 因為其實我自己是比較瘦的 而未來今天都是一起做胸和胸背 希望我們日後的日子都會健康一點 甜的東西可以吃 但是就盡量控制一下 偶爾可以 但是不要每天都珍珠奶茶、甜品、糖水 因為上個禮拜就是 要是有人請 要是去買了糖水 然後一天吃不完 我就吃第二天 所以基本上差不多天天都吃甜的東西 我們附近又有COCO 所以就好像過分了 幾個小時整個人好像很重 很濕 因為聽說喝了太多甜的東西 會令身體容易累 我自己都感覺到很容易累 美美就更加不用說了 美美上班的體力勞動很多 再加上它又喝了甜的東西 就是它是一個循環來的 不開心又喝甜的東西令它自己開心 開心又喝甜的東西令它自己開心 更加開心 又不是說每天喝的 但是想喝就隨便吧 開心就可以了 剛剛我們前面很大煙 原來它在炒咖啡豆 我們現在說的是買蛋撻 因為它今天假期收6點 本來我上網查它是收7點 平時也是 之後這一間是我朋友的叔叔 請了我們朋友吃這個蛋撻 然後我們朋友又請了我們吃一個 之後我就覺得嘩 這個蛋撻 今天看看會不會買到這個 傳說中的Coculum蛋撻 少少後悔沒有穿這些長袖 現在都有點涼涼的 應該在前面的位置 有沒有賣的 這次來它又買了這個曲奇的蛋撻 11元6個 又比我想像中便宜 這個公園很漂亮 今天有很多人 因為今天是Weed End 所以很多家庭在這裡 BBQ 放狗 野餐 就是有很多人 就是一起坐在這裡 看著海 就是沒有什麼做 跟朋友聊聊天 那些小朋友跑來跑去玩沙他們 這裡前面有個玩沙的地方 之後你可以坐在木上 大家就在這裡休息著 看到那些小孩都在玩這些石頭 好 好 試一下 只有兩下 有兩下 我有 很厲害 我再試一次 還是只有兩下 你要試一下 怎樣的 怎樣片的 你就這樣拿個石頭 之後就 你當是那些 打那些 雷球的那些 發過去 你再來一次 3 2 1 好 我再拍一次 就是 要用力 對 就是批過去 你這個是 扔的 我試一次 我試一次給你看 跟你一樣 再試一次 這麼難的 怎樣批的 真的不懂 現在的水 潮漲 越來越上 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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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